屏東東港最出名的就是黑鮪魚了 而漁業興盛 當地不少全東就靠著漁業致富 把賺到的錢也拿來投資房地產 更帶動房價上漲 來看到近6年來 東港鎮房價全面開始飆漲 上市透天錯漲幅6% 大樓則是漲16% 公寓方面也有29%的漲幅 而最高的就是華夏了 飆出了106%的漲幅 大漲一倍之多 特別是像集合市的住宅 目前新岸房價每一瓶來到18萬 東港正跟市區的房價表現比起來 已經不想上下 提到東港馬上想到黑鮪魚 漁業興盛讓東港出現不少隱形富豪 這些隱形富豪就是在地船東 他們靠捕魚買賣魚貨致富 更將錢投資房地產 帶動房價攀升 住宅區的建地 以及工業區的工業用地 這兩個是船家最喜歡的 根據統計 近6年東港房市漲幅明顯 透天錯漲6% 大樓16% 公寓則有29% 最高的是華夏 飆出106% 大漲一倍 目前集合市住宅 新岸房價也達到每瓶18萬 早期東港這邊的華夏 總價來講的話 大概都在300萬上下 現在的新加坡市住宅 新城屋的話 總價都在600左右 房價攀升 東港房市表現和市區相比 已經不相上下 除了當地傳東投資房產 東港本身景點多 觀光產業熱門 加上公共建設 讓非當地居民看好前景之產 帶動東港發展 觀光條件 經濟的收入 再來就是它的生活便利 造成房價上漲 靠著本地人和外地客 漁業觀光互相結合 東港繁榮發展 經費洗比 早已成為南台灣 身具潛力 新城鎮 記者蘇世偉 屏東採訪報導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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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